老师在传授知识 那电脑是学习的工具 大山正在玩着游戏 玩家看上了他的装备 给出天价与他交易 拿到巨款那一刻 他飘了 豪迈地说这台车我要了 那学生打败 让销售员不语了 下一秒 那一拖拖马内就让他懵圈了 开上小车去学校上学 嚣张地将车停到校长车尾 愤怒的校长要找家长讲道理 大山一句 要给学校捐马内 硬生生堵上了校长的嘴 这是他的女友 带着他就去夜市花天酒店 后来的日子 他靠着打游戏买了名表 汗染了一头白毛 但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神学考试他落榜了 看到儿子这样 他老爸勃然了 他疯了一样臭老妈 自古此母多败而样 他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老妈 那私立大学 报名费确实有点鬼 把开游戏 要卖掉装备换马费 却发现账号没了 原来 因为倒卖装备 被系统给删除了 他找到琵琶商 买来便宜DVD 想低买高卖赚取学费 但他似乎忘了 便宜没考货 这个制度容颜 他拿起小小布板 一按 不辞一声 光缺布件都掉了什么 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他愤怒地找到老板 要退货 老板肯定不干 被拒绝后 将玻璃都给干趴了 老板显然不是个 惯孩子的家长 大嘴巴子就招不上去 回在了路上 大山碰到了父亲 大山说 做生意好难哦 他的感受 老板当然地体会 他拿出一笔钱 要支持大山继续读书 但倔强的大山 拒绝了 他要靠自己的本事 上大学 回到家里 偷偷拿出金箔面子 卖给金店后 他得到一笔钱 就这样如愿地 进入大学 学习的快乐 并没有安心 那个造作的心 他的脑袋里 有个声音在大喊 累得去拽起 这一天 他看到一台 潮百丽机 在导歌对着 机器一通 尽管对潮百丽 离脚 不明决定的他 还是买得下来 看着机器 哭哭的口袋 好好的疏忽 也要去当小蛋 几乎儿子不争气 老妈还是对老爸 好严相选 那失望的表情 却无法应该 却在了大山 不管不顾 固执地踏上了 潮百丽的求学者 大山要卖百丽 发家之 学校里 老师讲的 读书语词 他拿出来 就开始实践 大树笑 用水套百丽 尽管 大妈说 跟十字而易气扯 吃起来 不然 大树给百丽 喝的是什么意义 偷尝一口 原来是偷心 回到家里 风抽下知识就真上 管家之谷压起嘴 但眼神里 是惊叹 老妈表情也重复惊艳 谈合作的客户 停下嘴 对着味道 买好夸杂 手机营业 差强人意 大树分析 营业有问题 从这哥们儿学到满 二 一 从那边